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现在讲《无云》 则语实际上是 《无根》《无经》和《无表色》 这样分的 前面《无根》也讲完了 《无经》也讲完了 今天讲《无表色》 因为《无表色》的因 他这里面讲的四大 所以罗德罗罗的课判 下面的颂词都是没有讲课判 他四大的分类讲在《无表色》当中 下面我们讲《无表色》 因为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色云 这个色云总而言之大家应该明白 《无根》《无经》《无表色》 这是阿比达摩的说法大家应该清楚 昨天所讲的《无经》 一般来讲他昨天讲的色法和声音和微相处 那么这样我们任何一个物体上面 也就是说外面的无情法吧 无情法的任何一个物质上 它有它的颜色形状 颜色形状的部分用我们的无根 这个下面也要讲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物根取《无经》的时候 《无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上 它有颜色形状 然后它有它的声音 它声音下面也已经讲了 有些法没有接触其他人的时候 不一定有声音的 然后除了声音以外的其他的法 只要具足四层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 它的本体上面已经具足四种微层 有不种把这些都称为一种微层 然后它的味道也是一种微层 它的香也是微层 它的色也是微层 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外景的时候 它的颜色和形状部分 从我们的眼根来起作用 然后眼睛来去 然后它的 比如说它的轻重或者四大的这些部分 那么不管是 昨天我们讲了 它的所住 就是分了一个 过所住和应所处 分了这两个 其他的法 有些是它的应所处 应所处 当然是用身体来接触的 然后有些过所处 过所处也是用身体来说处 所以外面的任何一个法 我们当它接触的时候 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拿一块土 拿一块土的话 实际上只有它的所处部分 它是轻的 重的 或者是它带有火的作用 或者是水的作用 这些全部是依靠身体来感受的 然后它的颜色形状 这些是用眼睛来 然后它的相和胃 也是用耳根和鼻根和色根 这样来接触的 所以有不动把外境的无尽 无尽的这些 每一个微尘 已经在外面的尸体上面存在的 它是这样认为的 当我们的无根去它的时候 才把这个微尘浮现起作用 它有这样的承认法 因此我们通过学了俱世论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式对外境 如何去作用 如何去 这方面非常有细致的研究 这里面有很详细的分析 下面就是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所处 所谓的无根 无尽 这些都已经讲了 那么无根与无尽如何起作用呢 这个问题下面还在讲 但是总而言之前面的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 当然我想现在第一品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种新鲜的感觉 可能很多人都愿意学 但是很多人 有些人有一种毛病 他到了中间或者到了一点 学了一部分以后 这个兴趣就越来越薄弱了 就没有了 这是闻思修行工程当中的最大的一种过失 一个上师 传讲这部法的时候 你对这部法认为这是不重要 或者这是不想学 这一点我想是求学过程当中的最大的一个违缘 比如说对我来说 一般可能你们也知道 我们学院当中的这些大堪布相比较起来 我的智慧确实比不上他们 现在不管是辩论 诏论 各方面 可以说我是中等的也比不上 应该是下等的当中 但是我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我自己有时候想 凡是自己在学院当中将近二十年吧 十多年的闻思 在十多年的闻思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个上师讲什么样的法 但是我总觉得 哎 这个法特别好 比如说一个上师讲英明的话 哎 这个英明法特别好 就是我一定要精通英明 然后把它一定要学 从头到尾自己有很浓厚的这种兴趣 然后学俱世的时候呢 就是俱世论的时候呢 又自己觉得 哎 这个法特别特别好 就是应该这个 啊 自己呢就是这也是 也许是可能这个俱世的一种这个习气吧 就是也许呢就是可能这个即生当中 所以呢我现在遇到什么这个戒律啊 俱世啊 就是这些对我我来说的话呢 五部大论当中还是是比较这个差的 但是自己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对这些呢就是有一些兴趣吧 就是所以每一个问题呢 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这个影响 就是现在那个对俱世论的话呢 就是可能有大概十多年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看 但是呢就是现在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就恢复有点的这个希望和感觉一样的 然后自己就是边看呢边那个 不管是写还是这个看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兴趣就是 所以呢我从自己的这个身 就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体会来这个衡量的话呢 希望你们这个学不管是什么样的论点呢 应该要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不要被这个其他的这个事物来就是散乱 然后还觉得这个问题是 这个论点呢就是不是很这个殊胜 就是应该是哪一个这个殊胜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文思当中 这个最大的一种这个魔障就是 因此呢所谓的这个法呢就是全部都是殊胜 但是看你这个人呢就是能不能就是融入这个法 以前那个黄教的很多那个个系也是这样这样的吧 就是如果那个没有修好的话呢 就是密集金刚也是不是很深深的法 就是本来黄教的话呢 就是密集金刚是他们密法当中最深深的法 但是你如果这个人的根基不行的话呢 你觉得这个密集金刚学了也是可能没有什么这个作用 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呢就是三句这个三宝的 这个皈依三宝的词呢就是也非常深深的法 所以呢关键是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你看你怎么样这个应用 因此呢有机会就是有区学的时候呢 就是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讲相关状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那个上师讲的时候呢 就是弟子觉得是不太很好 然后弟子有信心的时候呢上师不愿意讲 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薄弱里面的一种这个魔障就是 因此呢我现在都是没有发现你们这个可能推是信心的 因为俱舍论还没有这个三四天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三四天可能我在说妄语吧就是没有这个几天呢 就是所以现在都是推是信心的话呢 当然是这个那就不算什么这个求学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一些格鲁派的求学者的话呢 他们对俱舍论呢就是最起码也是三年 或者是五年之间就是专门要研究这个俱舍论 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别的高僧大德和一些 真正的求学的一些圣人呢如何求法就是 然后我们呢就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花一定的时间就是 这样的话呢我看再愚笨也是可能在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 因此希望你们呢不管是学什么论典都是诸佛菩萨的教言就是 然后自己的心融入的话呢那么每一个这些甚深的法本当中呢 都有一些窍诀 如果你心没有融入你自己就是没有好好地专注的话呢 哪怕是天天地给你讲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话呢 可能从中不但是对你得不到什么利益 反而你对此生邪见堕入恶趣的因就是 也有成这种有可能性的 因此呢还是希望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 看真正求学这些高僧大德 尤其是这些作者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像那个世情论师啊就是这些 就什么样的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大成就者就是 他们的这些语言我们去这个学习呢 还是很有这个缘分就是才可以这个学到这样的法 因此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法就是 希望大家都说不要这个取舍就是 哎 这个法是很殊胜的哎 这个上师讲得很好吧 所以这个法很殊胜的这没有什么差别就是 应该我们这个不管是小乘大乘 还是对自己呢就是找到自己很多的 对着烦恼的这个一些窍诀和教言吧 下面我们开始讲那个讲这个无标舍 这个无标舍的话呢就是首先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所谓的无标舍呢就是它包括在这个舍运当中 为什么是它包括在这个舍运当中呢 就是因为那个小乘他们都认为它是一种舍法就是 它是这个什么样的舍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首先它这个无标舍呢就是下面我们这个第四品里面就是 好像现在还没有翻译完吧就是应该在第四品里面就是 就是有比较这个详细的这个说明就是 这个无标舍呢就是中的来说的话 它有这个四也可以说三个分类吧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戒律啊 然后这个恶戒就是所谓的这个戒律的话呢就是 现在这个居士戒啊 撒弥戒啊 比丘戒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的话呢别解脱戒的本体呢就是 他们都认为是一种这个无标舍就是 只是由不总是这样承认的 还有呢就是称为这个恶戒 恶戒的话呢也是一种这个无标舍 什么叫做恶戒呢 比如说我这个有生之念当中要杀这个杀生 或者是有生之念当中要做妓女等等 他自己心里面这样发愿的话呢 从此以后在他的相续当中获得了一种恶戒 这叫做恶戒 恶戒呢他们也承认为是一种无标舍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中戒吧 中戒的话呢就是战士 比如说他在两三个月当中就是做善事 两三个月当中是做什么恶事啊 这些叫做中戒 所以别解脱戒和中戒 还有恶戒的话呢 称为是无标舍 然后无标舍是这样的 游标舍的话它有那个 这个我们游标舍下面还在讲 我们这里不用讲 因此他这里讲这个无标舍的话呢 我们先应该是知道他为什么叫无标舍 有些也有一些辩论 他们说他不是真正的舍法 为什么承认是他舍法 有些说他只要舍法应该积聚一些未曾 未曾的积聚才可能称得上舍法 但是这里的无标舍他没有未曾之故 因此不一定是无标舍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又不懂他的自重也应该这样承认 所以舍运里面的舍法也有无情法 也有非无情法 他这样的无标舍不是真正的无根和无尽一样的 无根 无尽它每一个都是有未曾的 但是在这里的无标舍它是一种舍法 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一些未曾组成的东西 这不是 但是有不总承认为这是一种舍有的舍法 舍有的舍法是这样承认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无标舍 具体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讲无标舍的时候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机会 不然我们现在动到无标舍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界限是什么 它的时间的七段是什么 这些全部动到的话 以后你凡是遇到无标舍的时候 噢 原来是这样的 马上就就像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一样 以后什么时候认识他的时候 以后什么时候碰到他的时候 就能叫得出他的名字 或者能认识他 这时候是不困难的 但是你如果现在不懂得无标舍 下面就是经常讲无标舍 因为你无标舍它的本体就是不认识的时候 下面有些闻思学行当中还是有一些麻烦的 因此当然我们背诵的人 这些特点还是比较清楚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能背诵的 实在是背不懂的 有些老先生们也是还是好好地记住 无标舍有它的具体的一些特点 这个必须要搞懂 那么他这里这样讲的 无标舍它具有这些特点 他说 善乱一极 无形是 善不善法及水流 一切大众作为因 即必成为无标舍 什么叫做无标舍呢 无标舍有五种特点 一个就是善乱和无形的时候也存在 现在善乱的时候也存在 无形的时候也存在 然后他自己的本体或者善法 或者不善法 恶法 无标舍没有无极法 然后它是水流 水流它的世间有一定的 比如说它在有生之念当中 它坏坏的因没有出现之前 它还是修相河流一样存在的 然后它是依靠大众的作用而产生的 依靠四大众的作用而产生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舍法称之为无标舍 但无标舍教的原因也有几种 为什么叫无标舍呢 他的发心在外面无法表达 他这样的一种舍法 他的发心的因 他那个无标是因 他的因 比如说 我刚才讲了有些是恶戒 有些戒律或者一些众戒 从恶戒而言 一个屠夫他就发愿 或者一个妓女他就发愿 他一生当中杀生或者卖淫 他这样来发心 但是这种发心 外面根本表示不出来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 有这样的发恶怨的一种舍法 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发心 但是我们外面看的话 看到这个屠夫 如果他没有拿着刀子 没有看牦牛的头的话 屠夫不一定是杀牦牛的 但是还是可以 他没有杀生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他还是个人 他最初的这种恶劣发心的舍法 发心在外面他的语言和 他的行为当中根本没有办法表出来 这叫做无标色的原因 也是可以这样的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有标色是不同的 有标色的话 比如说你磕头 我们外面看得出来 他的心 他对三宝起信心的 今天这个人是可能学佛法的 然后他的心对三宝起信心的 现在他恭敬的磕头 我们通过他的身体的不同的 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同的一种动作 能可以推出来他心里的这种表示 就可以表示出他心里的发心 然后一个人拿着刀子杀生 拿着刀子杀生的时候 他的外面的动作叫做是游表示 那么这样的游表示 就可以表示出他的心态 所以游表示和无标色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无标色他为什么叫无标色呢 也就是说他的心根本就是 刚才我恶戒来比喻的 或者是用戒律来比喻的话 比如说一个萨米或者一个比丘的话 他想我有生之念当中 依靠别解脱戒处理三戒轮回 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发心 发心以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上师们呢 就是给他这个 他自己呢就是磕脱啊 就是这些就是做一些这个游表示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上师们呢 就是给他做一些这个解摩仪式 就是就是 然后从预言的这个游表示 预言和身体的这些游表示呢 就是结果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获得了一个无标色的这个戒律 但这样的这个无标色的戒律的话呢 我们外面呢就是根本看不出来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无标色的戒律的话呢 外面根本看不出来就是 表示不出来就是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外面呢就是 他相续当中是有这个无标色的 还是没有无标色 早就戒律已经破完了 或者是这个戒律有啊 就是这些都是就是无法表达的无标色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法呢 他的相续当中是存在的 因此成为这个无标色的原因呢 就是是这样讲的就是 有不中呢就是他们一直认为 就是这个所谓的戒律呢 就是是一种无标色的方式来存在 存在这样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说就是 他有这个无规特点就是 这一个就是一个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散乱吧 虽然我们用一般那个比丘戒律 比如说受那个比丘戒律的人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有这个比丘戒的这个无标色 无标色的话呢 但是因为就是他呢 就是他的这个戒端方面来是这样的 这个他的这个心在这个外面散乱啊 或者就是他没有这个想守护这个比丘戒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色法呢就是一直在相续当中是存在的就是 他这个心正在这个散乱 比如说一个徒夫呢就是 他的相续当中有恶界的无标色嘛 恶界的无标色 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散乱就是 他就心散乱 有时候呢他得起三宝 起星星啊 他就起梦里的这个星星 但是他的这个无标色的这种恶界呢 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断 因为他心散乱的时候呢就是 他还是继续这个存在的 然后比丘呢就是有时候 本来是他就是从处理轮回 就是他就开始的时候这样发现 但是呢他有时候呢就是 对别人这个很大的这个嗔恨心啊 贪心啊这样 但是正在这个心外面这个散乱 他没有这个守护心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他的相续当中 还是无标色的这种戒律呢 就是一直是存在的就是 所以这个散乱的时候呢就是存在就是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无心是就是 这样的这个无标色的话呢就是 这个小乘呢就是承认为是 无心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存在的就是 他这里一般无心的话呢就是 无相顶和灭金顶 就是无相顶和灭金顶 还有这个无相天就是这个 这三个呢就是小乘里面就是经常说的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世青论师的三十诵吧 世青论师的三十诵里面就是说 这个无相天 无相顶然后灭金顶 还有呢就是这个水面和混道吧 就是混绝讲了这个五个 然后五诸菩萨呢就是这个无心上面也叫做是正如戒 正如戒就是总共讲了这个六个 还有其他的有些论师呢就是在上面增加了一些矿心 就是矿是那个心已经点矿的 然后这个散乱的心就是就是加上那个七个 就是这种算法也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无心 无心的时候呢就是一般那个小乘有不懂认为的话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心呢 他那时候的这个心呢就是根本不存在 就是刚才就是上面几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心呢就是根本是不存在 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然后呢有些这个随力进步和随力一些对睡觉进步吧 就是随力进步的话呢他们认为这个无心的时候也是这个 这个心的这种种子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还有这个随力进步种和卫视种以上的话呢 他们都认为在无心的时候这个心呢就是明显的心是没有的 但是他的这个阿腊耶上面呢就是已经这个也就是不明显而已 就是阿腊耶这个存在的就是 所以呢一般那个就是大乘这个卫视种以上的话呢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心是呢 就是这就是门凤仁波切的有关那个米勒乌论啊 还有那个中观众严论啊 就是这些里面都是讲的比较细致 总而言之不管是怎么样就是 就是所谓这个无心的时候呢就是 实际上这个他的无表色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差别就是无表色的话呢 我们在讲第四品的时候也应该知道 就是他无表色呢就是刚才那个讲了 就是刚才那个戒律的话呢就是 就是戒律和恶戒中戒吧就是这个无表色 然后戒律里面呢也可以分一个 这个别戒脱戒和那个禅定戒和五路戒 禅定戒和五路戒的话呢就是它是跟着这个心的 就是跟随心的 所以呢这个心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无表色 禅定这个无表色和五路的这个无表色的话呢 他们两个也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无表色呢 这个是下面就是由不宗呢就是 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那个戒律也就是说别戒脱戒的这个无表色呢 就是他不跟随那个心就是 有时候心不存在的时候也是 无表色呢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是 应该是存在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这里这个善和不善业呢就是他的本体就是 或者是这个善业这个无表色 或者是不善业的这个无表色就是 除了这个以外 无极法的这个无表色呢就是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这个水流呢刚才也讲了就是 就是乃至他的坏坏的因没有出现之前呢 就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这个就是作为大众因吧 大众因的话呢就是他的四大作为 就是四大作为依靠这个无表色呢 就是最初的时候是依靠那个 比如说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人的身体 或者是一些四大的因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无表色已经产生了 就是最初的因就是四大 然后从此以后的话呢 四大过去的因和那个现在的这种愿呢 就是他继续存留 比如说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的话呢 首先这个得戒体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刚才讲的一样 阿塞尼的牌手指啊 然后这个戒末意识啊 就是自己的四大就起作用就是 就是优标色 优标色和优标色呢就是两个呢 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戒律已经产生了 戒律产生以后从此以后呢 在他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四大的话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因就是 就是有部众他这样认为的 第一刹那间的那个四大呢 就是作为这个过去的因 就是从此以后呢 就是这个四大过去的因呢 就是一直是作为他的生存的因 就是优标色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下面就是也应该这样讲 但是戒律这个优标色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仅仅是有部众的观点 就是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那个进步和那个未视一生的话呢 虽然承认那个无标色 就是承认无标色 但是呢所承认的方式呢就是不同的就是 不像这个有部众那样就是诚实的法 他们一生的话呢就承认是 它是一种明相上的这个无标色 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不成立 就是真正的这个是有的法 就是乌光尊哲的那个大黄黄王书里面也是已经讲了这个无标色 麦芳仁波切在知之入门当中也是说了 说这个无标色一般进步中意以上的观点的话呢 都不承认是它是实有的 不承认是实有的 但是《世经论》是在一个叫做劣承业论 《世经论》是在承业论通过大乘的观点来已经说了 他说善业和恶业是心上面安立的 如果善业恶业是死法的安立的话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所以在这种疫情里面 对有部众也是作了严厉的批评吧 因为善业和恶业全部是用心上面是安立的 真正善业和恶业在外面的死法上安立的话 这不是佛教徒的行为也有这样的 还有一个叫自纳门扎吧 自纳门扎他也是有一些瑜伽实地论的分析吧 这个论典当中也已经讲了 所谓的戒律不承认是真正的死法 所以这以上呢 那天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也已经讲了 进步以上的话 有些认为戒律是相续 有些相续装着一种改变 有些相续当中的一种断心吧 什么叫断心呢 就是要断除未平的一种心 这就是大乘的说法 所以一般来说大乘不认为 我们所谓的别解脱戒 它是一种设法的方式来存在 这一点一般大乘不承认的 那天我们讲戒律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稍微说了一点 那么这里为什么有些佛经里面讲无表色的方式存在呢 这是他们说 因为自己以前已经获得过这样的戒律 但是这样的心的相续没有受到坏坏的因 没有受到坏坏的因 所以没有受到坏坏的因称之为无表色 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设法存在 这是大乘的说法 因此我们根据大乘的说法 所谓的戒律也是不承认是一种设法存在 这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搞清楚 还有他们一些比如说安徽论师 不是安徽 监徽论师吧 监徽论师他们为什么叫无表色呢 无表色的原因就是 本来心能远离一切缩断 也就是说远离一切缩断的这样的 比如说我受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的话 生于义的这些罪业断除 我心上面有这样的发心 但是心上面这样的发心 实际上外面的设法上我必须要相结合 所以外面的设法与心相结合起来 因此依靠外境的名义来对有境取名字 称为是无表色 虽然大乘也是承认是戒律是一种无表色 但是他不承认是设法 那为什么叫无表色呢 就是对境的名字用在有境上面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不管是监惠论师 还是资南门扎论师 世青论师的一些 世青论师还有一个辨别无云的论点 这些论点现在藏文的论注里面有 海文上好像是没有的 但这些论点里面 他是站在大乘的一些角度来分析 分析的时候所谓的无表色 也根本不承认是一种实有的设法成立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值得需要承认的吧 不然的话认为戒律有一种设法的东西 他们都是说好像成体隐蔽方式存在 戒律在身体里面 但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 是在鼻子里面还是在心里面 到底戒律的无表色在哪里 他们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表示的 因为他是无表色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表示的话 你怎么知道在哪里呢 他们说是有佛经的教证 佛经里面有什么教证呢 他们说所谓的戒律无碍无对的设法 无碍无对的设法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设法 他们有戒律的教证是这样的 但是大臣所谓的无碍无对的话 他不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下面我们还应该讲我在这里不啰嗦 但是这些还是要懂一点 不然如果不懂的话可能不行 下面我们就是从 所谓的无表色是指什么呢 无表色具有五种特点 戒断性的状态与发性的特点 他那个发性也可以说是戒断 或者是心的发性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散乱的时候有无表色 无表色在散乱的时候也是有的 刚才不是讲了吧 有些想受戒 但是已经受完戒的时候 有时候根本没有心里面想 我要天天地受戒 但是他的心散乱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 他那个无表色的戒体还是存在的意思 因此与优标色完全不相同的 优标色的话 他那个心散乱 或者是心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时候 他外面的动作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因此他跟优标色是不相同的 当然优标色也是他最初的发性是 比如说我磕头吧 我顶礼的话 首先我想顶礼 然后一会儿我在顶礼的时候 有些可能也有散乱的时候 但是他的发性不同 他如果发性减短的话 马上就停止了 但这个无表色是不相同的 他最初的时候有这个无表色的话 他一直是不减短的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再诸如无相天与灭金顶等 无心的状态中 也是这个无表色是存在的 他有别于心与心所与 心和心所的话 在无心的状态下和无相天的时候 根本是没有的 他这里有无相天和无相顶 比如说我们别解脱戒的话 不可能是转到无相天吧 一般现在我刚才讲的 比丘戒或者别解脱戒的比喻来讲 它是无相顶 这个是欲戒的时候 都可以先成就无相顶 然后转生到无相天里面去的 所以他一般无相顶和灭金顶的时候 也是无表色的戒律 或者无表色的这种东西还是存在的 他有别于心与心所 这是他的状态或者戒断方面来分的 他的本体的特点 与善业或者不善业中的一种 那么所谓的无表色或者善业 戒律方面的或者不善业 刚才所讲的恶戒方面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不会是无极法 如果是无极法的话 如果是无表色的话 他有善业 不善业和无极法三种都有 但是无表色它不是无极法 为什么它不是无极法呢 因为无极法的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薄弱 这个倒是第四评里面下面还在讲 因为他的心的力量特别薄弱 所以无表色他发不起来 生不起来 因此他们又不总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戒律的话 他的善心的力量比较强大 有个小小的出离心的话 他可以生得起来 然后恶戒的话也是 他想我要杀生 我要一辈子杀生的话 一个小小的发心也是能生得起来 他的无表色 但是无极法的话 他好像状态比较模糊 因此他的心的力量非常薄弱 没办法生起来的意思 世间的特点 世间的特点 也就是说乃至没有出现坏坏之因其间 一直是存在的 因之特点 刚才已经讲了 凡是无表色的话 比如说他受了比丘戒 乃至坏坏的四种因没有受到之前 一直是存在的 如果他死了 舍戒 患戒 这个时候他的无表色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这个之前无表色一直是存在的 但无表色与这个也是不相同的 他的因之特点依靠四大众而产生 并且四大众作为其所义所处增长之因 他也称为他的所义所处等等增长之因 对于具有以上五种特点 而形象或者自己动机他人不能觉知的法 这个大家知道吧 刚才我不是讲了吧 他心里面天天地杀生一直想当屠夫 但是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 他心里面的动机被人无法察觉 因此是这样认为的 有部宗的上师们称为是无表色 只是有部宗的上师们称为是无表色 虽然金部宗和威士宗的这些上师们 在名相上是称为他是无表色 但是实际上有称世于佛或者是石油等等 这方面有个很大的差别 这是他们的说法 总而言之大家应该清楚 这个无表色具有五种特点 这个大家不要忘 不然下面我们一讲无表色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模糊 因为他俱生论前面讲过的道理 经常他有些时候直接说 有些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直接牵涉到他的内容方面 这个时候如果你前面的问题 比较了解的时候 后面就比较好懂 因此我讲一次的时候不一定懂 有时候希望你们自己也是 在其他的一些懂这方面的道理的人面前 还是去问问题 在佛像有时候这样也有必要的 然后下面讲 我想我们还是要按一个斧头可能好一点 但不知道哪些是可以懂哪些是不懂 懂的人不愿意斧头 不懂的人也找不到带斧头的人吧 按理来说可能我讲一遍有时候影响不一定很深 下来过后自己找一些有部分的金刚道鱼 做一些斧头的话斧头还是很起作用的 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五表色它有五种特点 其中一个特点它是大众 滴水火风四大众 它依靠它而产生的 那么所谓的大众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讲所谓的大众 它这个大众的意思就是 它那个众就是众心 也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不偏的 所有的世界是它的众心 然后这个大的话它的范围是极为广大的 所有的无情法方面都没有一个不偏的 因此就是称为大众 大众就是 显示行事成为敌 水火风亦风亦复燃 它这里字面上解释的话呢 刚才前面所讲到的所谓的四大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四大众 我们经常四大众 四大也叫做四大众 有这样称呼的 那么所谓的大众就是 地戒和水戒 火戒 风戒 在论典里面经常称为戒 然后一般人们说是地水火风 这样口头上或者是人们的同俗名言当中有这种说法 那么所谓的大众实际上是地水火风 这四个法叫做大众 那么他们四大众有什么不同的安定方法呢 他们有本体方面的特点和作用方面的特点 有两种 一个是作用方面 作用方面就是成立赤字灯 比如说地达它有赤字的作用 然后它那个灯子所包括的 还有像随打 火打 风打的话 它又分别有一些零部脱散或者是聚会 或者是成熟 增伤等等 各种不同的作用 作用方面也安定为四大 然后从它的本性和特性方面来安定 地水火风分别安定为坚硬和透视 还有带有乱性和动摇性 这有四种特性 所以成为四大 它那个四大一个是作用方面的 它有它的法相 一个是它的本体方面的法相 然后世间的人们 世间的名言当中 现色和形色成为地水火风 本来现色形色不是所处 我们昨天也讲了 地水火风是因所处 但是世间的人们不懂 别人的话 我今天看见白色的土地 白色的虎或者蓝色的虎等等 它有地水火风通过颜色和形状来称呼的 形状方面这条长长的河流 然后一块长的石头等等 本来四大它实际上是身体的所处范围 它不应该有什么颜色形状 颜色形状实际上是它色法里面 是用眼睛来对的 但是世间这些愚笨的人们 本来地水火风实际上是一种所处的范围 但是他们反而把它称之为颜色 或者是形状来称呼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也复燃 下面我们讲 它何谓四大种能产生各种各样果色 颜色和果色大家应该清楚 也即使说是大种 也就是说 持着各自的法相与颜色色法 即使它这里持着各自的法相 或者是颜色色法称之为四大 即地水火风风劫它们各有什么作用呢 地大能不思而次数的果位 它这里作用方面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论典里面的四大 和人们口头上所说的有点不同 人们口头上所说的 水在外面流的这个叫做是水 然后我们看见的这个地上 这个叫做是地大 但是它这里任何一个法上面 都有四大具足的 所以实际上是水的话 它有这个地大 为什么水有地大呢 就是它有能受持 不舍弃过舍 次数的这种作用 然后等次所包括的水有领布山 然后这个水大它自己领布这个山 比如说我们有个小小的一块土地 一块土地的话 它那一个围城上面 也有地大 也有水大 也有风大 全部都有 刚才不舍弃的这种数字的作用 称之为是地大的作用 然后不领山的这个法 称为是水大的作用 还有这个聚合实际上是 不领山和聚合刚才是水大的作用 然后比如说我们一块木板 一块木板的话 它能收持它自己的这种木头的这种法相 这个所谓的地大 然后这个木头不脱散 如果没有水大的话它就会分散的 但是这一块木板它不分散 就是说明的水大的作用 然后这个火大能成熟 如果你没有火大的话 那么这个就像夏天的一块乳一样 会腐烂的 但是因为它有火大的这种力量 所以这个法一直存在 一直是成熟的作用的原因 也是通过火大来起作用的 然后这个风大它增上或者它的相续一直不断存在 这是风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表面上论典里面的四大 和人们口头上所说的四大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大乘阿比达姆当中也有这样说的 所谓的地大就像一块土地 然后这个水大把它泡在水里面的时候 与它随大起作用 然后用眼光照射它上面的水干 这是火大起作用 然后把这块土滚下去的话 这就是风大不是转动吧 就是这个作用 所以阿比达姆大乘当中也有这种说法 还有一些进步里面 进步里面对四大是怎么讲的呢 比如说我们看见一块土 一块土实际上它土也就是地大吧 地大很明显的 其他的水大和风大 水大和风大 火大 这几个是不明显的方式来 以种子的方式来存在的 然后我们看见的水的话 这个水大是很明显的 还有其他的风啊 地啊 这些大众不明显 隐藏的方式来存在 所以进步众他们也是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这个是与世间的名言相结合而说的 真正的道理应该并不是这样承认的 这是论典里面说的刚才火大能成熟 风大增上的作用 这个是刚才前面讲的地水火风的 这个大家还是也应该注意 不知道我们经常遇到四大不条啊 四大不条的时候也实际上是 论典里面所讲的四大不条 实际上所谓的四大不一定是 所谓的水大全部是液体 这个方面大家应该 实际上液体里面也有地大和风大和火大 这个大家应该 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 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法相是什么呢 那么地水火风分别的法相是什么呢 剑影是地大的法相 然后食人是水的法相 然后暖热吧 暖热是火的法相 清飘是风的法相 这一点也是我们认为是风 外面吹的这就是所谓的风 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动摇啊 这些都是一种 怎么说呢 从它的本体上面的话 清飘是风的法相 然后身体它有一种闻热 不管是一个法它不寒冷的 这部分成为是火大的法相 然后它这个认识 这个当然是从它的本体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其作用和本体两个相结合 才能真正的四大可以认识的 若有人问 那么世间人所见到地狱火 这是与此处所说的见影和识润等所处相伟吗 因为世间上的人们 就是我见到地 我见到水 就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眼睛对境的 一个现色和心色方面的 这样的话是这里面所谓的清啊 楚啊 这些都是所处的境界 因此一个是身根的对境 一个是眼根的对境 那么不是已经相伟了 你这里说的这个全部是身体的对境 那么世间上人们说经常是眼睛的对境 那这难道不是相伟吗 它下面讲不相伟的 虽然经论章说出 但世间上的人们只是在明眼当中 现实和形式随心所欲而所成的 比如人们通常说这块地是白色的 三方形的他们把颜色和形状也这样讲 而且世间人还供称 比如避烂的河牛 环环牛肠 还有红红的火焰向上甚燃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世间的一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论典的说法不太合理的 也有将风说成是说出的 因为风可接触身体 这也有些世人讲现实心是说成第一一样 因为蓝色的风还有狂风四气 这些人们都经常这样讲吧 有些但是这个也是实际上完全 是不是口头上的人们的这种说法呢 也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有些论典当中也是有的 论典当中也是有什么 比如说蓝赞部主是三角形的 或者是整个四大部主的话 下面居士论讲世间品的时候 整个地方也有讲一些形状 还有我们有些观想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观蓝色的风 蓝色的修破话的时候 也这个风有蓝色的香 河牛也是碧蓝的河牛 天空等等 这种说法实际上论典当中也是有 但一般来说的话 这是颜色和形状所称为四大的 实际上这种说法 与前面的说法是不太相合的 不太相合的 狂风四七十 这是诗人常说的 下面讲根性与戒处的观念 乘虚无根与无精 为师师处与师劫 那么前面讲的无根和无精 我们只是在讲无垠当中的时候的无根和无精 下面我们讲十二处的时候 实际上是前面的这十个 称为十种色处 然后讲十八处的时候 称为十种色处 前面中所说的燕等无根给予 色等无精这些将十二处所称为 燕处当十有色处 然后因为他们能开启产生享用之门果 这个是处得法相 下面还在讲 在讲十八戒的时候 虚为十有色戒 这是从执著或者认识享受分 就是相用分而按理的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